因為很多時間在家裡嘛 然後要帶小孩 那我的女兒現在才一歲幾個月 育兒之道就是不要想太多 真的放空然後好好的照顧小孩 因為如果你在想一些外面世界的事情的話呢 基本上呢他只會讓你非常不開心 因為外面的世界跟你毫無關係 所以呢在家因為我現在兩個一個四歲一個兩歲半 這完全就是瘦半瘦人 半瘦人 對所以就是把自己也變成小孩就好了 就他做什麼你就跟著做什麼 他想飛高高你就把他丟高高 他想出去玩他想變飛機他想變成什麼 你就是跟著他就是一起玩一起玩 把電全放光 只要把他電放光你就有時間充電 這個很好 他的電沒放光 那你就露天 我們可以再次跟都哥一起合體唱這首歌 我覺得不管怎麼樣都是一件好事 因為呢我們希望可以用我們的力量 讓喜歡這個黃文森的朋友們 繼續想念他然後繼續愛著他 我們在唱就基本上他一直也沒有意外過 我們在唱在這個音樂裡面一直都有他 也一直都有他的聲音 每個歌詞經過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那是他唱 接下來其實也就兩個外景 把更多完美的地方 更好的地方 介紹給大家 豆哥講到這邊 覺得外景應該是很累的 爆炸累 現在就是兩個外景 不會啦 我們一定會在戲劇裡面再好好表演一下 是 對呀 可以 可以 有機會 一定會 因為我長期住在台北嘛 那如果想家的時候 我就會去買一些食材 然後弄一下家鄉的料理 然後因為這裡開始也慢慢有一些東南亞的食材 然後結果就弄弄弄 如果弄成功的話就吃得很開心 然後有時候會拍照給我媽看 那如果弄失敗的話呢 就叫外送就好了 我覺得在沒事做或者在想家的時候 或者一個人 離鄉背景在外面的時候 都是最多創作靈感的時候 所以通常我在台北的家裡面會創作很多作品 都是在那個小房間裡面做出來的 我會跟家人訊息啊 就是有一個群組 我們會更新近期發生的事情 就好事報一下 有時候我也會想著家人寫歌 那想家的時候我也會很常去吃韓式 我前幾天也吃了那個泡菜鍋 然後泡菜鍋可以用兩次 因為我把剩下的飯就放在泡菜鍋裡面 然後再煮一次 就變成一個粥的感覺 哈囉大家好我是森順熙 哈囉大家好我是黏玉皇明志 大家好我是小豆 哈囉我是柯友倫 想知道我們在Hashtag K-pop 我們聽大的唱哪些歌嗎 那就請你鎖定每周日晚上8點的YouTube頻道